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食衣住行 各方面其实都变化很多 对不对 那么孙宝宁教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他是从什么角度切入的呢 嗯 他首先就提到小学的时候呢 他念姓安国小 学校附近有租车店 他就租了小脚踏车学骑上路 那么坐在他前面座位的同学还不会骑 所以他就很兴奋地要载这个同学 于是这同学坐上车龙头跟坐垫间的那个上管 他们就意气风发地骑在学校前面的人爱路上 当时那段路根本没有铺泊油 路中间还有个大水沟 可能是通道柳公顺的 他们就一边骑一边说笑 没想到迎面而来了一辆消防车急驶而过 那为了要闪躲他 就尽量的骑进水沟旁边 心里一慌 车子顿时倾斜 同学呢 就抓住车龙头跳下车 他呢 却跌入了沟里 双脚双腿沾满了污水 急忙跑回家 幸好家就在附近啊 那么家中的欧巴桑硬声还没开门呢 就听见他叫说 哎呀 怎么那么皱 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带着全马路 满满的家庭废水回来的 而这样呢 就成了他一生当中 非常难忘的一次行车意外事件 后来他考上北一女中初中 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辆正式的脚踏车 那台车是他日后六年中学生涯的交通工具 班上还有三位骑车上学的同学 放学的时候他们就一起骑车 沿着信一路回家 他们的家分别在仁爱路 信一路 和平路 三条路的一段或二段 所以一路上就可以并驾齐驱 有说有笑 非常的开心 有一天啊 半路 下大雨 他们就躲到小美冰店里去 各点了爆冰 很快乐地吃着 一直到雨停准备要走了才发现说 哎呀 没有一个人身上有钱呢 只好推举离家最近的同学回去向妈妈要钱来付 其他人呢 就留在店里等待被熟 这是骑车通勤的第一个乌龙事件啊 那么当全家去看电影的时候 因为父母没有私家车呀 那时候就雇三轮车 他们就坐在车上谈笑 车夫呢 就卖力地踩三轮车 其实看着有点不忍心哈 但是也想 如果车夫没有客人在的话 他的家计可能更有问题 所以在这种矛盾当中 就坐享了人的汗水 索性 行车的工具进步了 现代呢 大多都是以车代步 以自行车运动 以骑U-bike来环保 普遍没有人立车了 反倒是最近在西雅图的水岸广场 看到白人踩三轮车在观光客 哇 真是让亚洲人平添了新鲜感啊 而他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从宿舍到戏馆就有些距离 戏里面的工友有一天就告诉他说 有一辆自行车停在戏馆的门口 没有人用 他每天下班呢 就把这个车子抬进戏馆 免得风吹雨打 每天早晨又把它抬出来 放在停车处 等待车主认领 如此日复一日 他不想再这样每天抬进抬出了 所以就问作者说 你要不要那个脚踏车 于是他就有了一辆没有锁的自行车了 一学期之后有一天 那台车从戏馆门口消失了 他就告诉工友 不久这台车又回到戏馆门口 工友说啊 他去学生活动中心的时候 看到了这台车 因为他的蓝颜色和款式宇宙不同 又没有上锁 所以他就把它推回 还给作者了 这是真实的单车诗切记 也让作者体会了 失而复得的一种喜悦 那个时候呢 他是被系主任安排 免费地住在大学部的女生宿舍 就成为宿舍里唯一的外国学生 当然就备受同学的关注 宿舍里有一个同学有一匹马 放假的时候就在骑马训练场 教小孩骑马 这同学就请坐着回家过节 在他家住的第一个早晨 这同学就教他骑马 而后两个人就各骑一批 去走山路 穿越树林 顿时就觉得自己融入了西部武侠片 仿佛成为探索丛林宝藏的骑士 傍晚回来的时候 两个腿还有臀部酸痛得不得了 夜里呢 只能趴着睡觉 恍然理解 为什么要发明自行车 骑自行车 比骑马 轻省多了 几年前 作者全家去参观巨大集团 也就是杰安特的自行车文化探索馆 就看见自行车进化的历史 从马车发响的木马轮 两脚蹬地推动轮子前行 也变到不容易平衡的二轮车 前轮很大 后轮很小 上车也不容易 行车也不稳 后来经过不同发明家的设计 就制造出安全的自行车 待发明齿轮跟齿链之后 更出现可以换挡变速的自行车 还有铜车 轻少年车 碳纤维公路车 女性公路自行车 运动通行越野车 轻便折叠自行车等等 五花八门 功能各异 杰安特已经成为全球自行车的第一品牌 甚至杰安特和Tim的齿链工厂 供应了全球95%的自行车齿链 这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是多少人的智慧 心血投入而成的 总不是忽然突变来的吗 而作者他们一家 也拥有四台这个品牌的折叠自行车 多年前就随身带到加拿大温哥华 当他们骑在史坦利公园的水边 不时就有行人及自行车骑士 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们的小自行车 途中有骑士向他们招手 叫他们过去水边 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 有只水榻就卧在水中的岩石上 嘴巴里含着一条活跳跳的鲑鱼 好像在向路人炫耀他的营养大餐 不禁就想到几世纪前 怎么会有人从马车 想到减半程木马轮 又禁由欧洲多国的工程师 把脚踏车陆续变成多样化的自行车 更远渡重阳 载着车和骑士到世界各地 浏览赏景或越野竞赛 如果古今没有这些人发想 设计生产建立品牌并推广 我们怎么能这么方便的通行公路 怎么会远走异乡 观看世界水岸的奇景呢 所以作者就讲了 世界这么大 飞禽走兽这么多 物种多达870万种 分散在海陆空 高山低谷 沙漠湿地等等截然不同的地域 千万年来 他们怎么保有以不变硬万变的坚持 或者平临灭绝呢 为什么独有人类可以延续至今 为了省腿力 寻马代劳 进而发展出自行车 也变出各种材质功能的设计 更策略性地推展到各国 甚至发明汽车 飞机 还有无人驾驶的汽车 飞机可以快速移动 这种的创造力从何而来呢 难道是自然发生的吗 还是创造天地的神 把他的灵赋予人 使人成为有灵性 有创造力的物种呢 是哦 真的 你怎么看呢 不只是自行车吧 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 很多事物的转变 人怎么可以做出这些东西来啊 这么的厉害 不知道用了多少人的脑力 因此可能就有人觉得说 就是人定胜天 但是真的是人定胜天吗 这些的脑力 这种的创造力 它最原始是从何而来呢 圣经上说啊 人啊 是照着神的样式被造出来的 那神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啊 其中有一项 神是创造的神 对不对 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 当然 人 本来就是有创造力 这个创造力 是由神而来的 我们可以看人世之间 很多很多的事物 他的发明 人真是有了不起的创造力 不过 要感谢的是 创造的主 赋予了人 这些创造力 你赞成吗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呢 这期宇宙光也有另外一篇文章 我也乐于和大家分享 这是在陈德权的故事屋 这个专栏里的 陈德权在每个月的杂志当中 都会说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取材甚广 而且几乎每个故事都发人深信 所以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专栏 在这期的杂志里面 他写的一篇文章是 给静悄悄失踪的人 哦 什么人静悄悄失踪了呢 他提到的是同学会 诶 又怎么说呢 嗯 故事的主角呢 是Susie 她打开电脑一看 哇 大学毕业35周年纪念 同学会发邀请函 请大家为回娘家周末预留时间 此外呢 校友会也希望大家能够上网更新个人的近况 Susie看了通知 立刻把电脑就关了 他没有心情更新 因为最近生命当中 唯一的里程碑就是一块墓碑 亲人过世带来的悲伤 跟死亡本身是一样的常见 可是失去亲人的人 往往会因为失去亲人 所以就会觉得非常孤独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经常活得好像死亡是临到别人的事 跟自己无关 一直到死亡真的临到自己 尽管美国有1180万个寡妇 而且每天有2800名加入这个行列 但是对Susie来讲 她依旧觉得孤单 因为她是她丈夫唯一的寡妇 死亡往往是让人震惊的 很多人在悲伤面前觉得很尴尬 所以就会选择回避或者是表现的不知所措 Susie自己也非常怕应付这种场面 自己在迷茫中还要为对方化解别扭 这实在是很累 因此她不想参加同学会 原因就在这 她觉得她待在家里不是对大家都好吗 可是35周年毕竟是个大日子 所以她想不如退一步 在网站上面略略有个交代 让同学们在电脑或手机荧幕前面 先有个缓冲 又可以避开亲自到场 要承担失落的重担 每个人都要问 她要对每个人解释 想到这儿呢 她就勉为其难 挤出了一段短短的文字 上传到网站 她说 35年前我单身 没有孩子 职业道路模糊 最近我的丈夫Steve去世了 三个成年孩子 也开始了他们独立的生活 我自己的职业道路 再度变得模糊 像回到22岁那时一样 只是没有当年那股令人兴奋 准备冒险的憧憬 这段文字上传之后 她愁出了大半天 还是没有办法决定 要不要报名参加同学会 丈夫去世 给她留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洞 说实在的 这并不是一种孤单 而是一种自己的思想 在脑子里回响的孤独 也许老同学的陪伴 会消除让她厌烦的耳鸣 于是呢 她最后决定 战战兢兢的报名 买了机票 决定参加 她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就是她主动的联系校友会 解释回娘家 给悲伤的人带来的一种困境 所以呢 她就提议 举办一场活动 为伤心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他们找到彼此 校方听了之后 很快地就热情回应说 哎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们来试试看吧 而在出发前 苏思的心里也非常忐忑 一方面 很担心自己的悲伤被人看见 可是 她更担心 别人看不见 这实在是非常的矛盾啊 她很想知道 自己会不会虚伪地 假装若无其事 还是能够诚实地面对人群 好了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场特别安排的聚会 并不是很有趣 因为主要就是联系到 其他能够承认悲伤 但是并不因此觉得很尴尬的人 就让大家在回娘家活动里面 找到知音 当天来了三十多位同学 其中有的人是丧偶 也有丧子 当然也有丧父母和丧友的人 还有一个呢 是痛失毛小孩的主人 在聚会里面呢 苏思也告诉那些 面对伤痛的人 而不知所措的朋友 跟他们说 不要让别扭成为自己支持伤心朋友的阻碍 其实悲伤者会很高兴见到他们 回避悲伤的朋友 只会增加他们的失落跟孤单 当人见面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尴尬 不知道说什么 甚至可能说错话 比如说我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 或者说姐还顺便 因为死者已经去了更美好的地方之类的话 这种话可能并不是很恰当 但是即便有这种风险 也不用怕把痛楚点名出来 因为唯有这样 悲伤者才能有机会决定 是不是要谈论这件事 别人可以跟着他们的指引 不必勉强 此外呢 分享有关死者的回忆 也会带来安慰 因为许多失去亲人的人 不仅是失去亲人 而且周遭的人表现得好像死者 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个会让悲伤的人更难过 互动的时候 当然也许会流泪 那就意味着 已经投入悲伤的人的新现实力 那不是一件坏事啊 而随着相聚的时光 一分一秒的过去 Sussie就发现说 老同学真正关系的 其实是见到他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他们看中的是眼前的他 不是对比从前印象中的他 以及他有没有扮演符合期待的角色 他也突然体会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就是毕业35年 其实每个人都改变很多 婚姻 孩子 死亡 离婚 研究所 工作变动等等 都为大家留下了印记 几乎都承受不同程度的挫折和悲伤 彼此能够在一起叙旧固然是很快乐 但是 能够承受彼此的伤痛 心照不宣 也是一种祝福 所以作者就讲 你是不是也想逃避同学会 老同事叙旧或者是亲友聚会呢 巴不得静悄悄的 就不见了踪影呢 可是其实 你害怕面对的 往往跟别人实际的反应不一样 只是没有人告诉你 有可能是你自己吓自己 至于你想避开的事情 并不是别人的焦点 大家关心的是你 能够看到你 倾听你就满足了 这篇文章是不是非常实际啊 是 每个人走出了校门 可能到了一个年岁之后 可能毕业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等等 都是要重聚啊 那么重聚讲起来 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可以看到老朋友老同学 走过的岁月 大家变得怎么样啊 应该是这样 可是往往因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遭遇不一样 就很像苏丝一样 他碰到了丧偶 他就会觉得不想去跟同学见面 因为会觉得那个见面当中会有些的尴尬 不知道怎么样说 或者说很多人问 然后自己也会承受心理上很大的压力 所以就不想参加 可是当他突破了这种心理的障碍 甚至向校方提出了正面具体的建议之后 去参加了 他才发现 哦 原本的故技其实不是事实 而且我很喜欢他中间的一句话 他说 能够彼此在一起续就固然快乐 但是 能够承受彼此的伤痛 心照不宣 也是祝福 很多人都是用老同学的这种聚会作为题材 可能写小说呀 甚至拍电影 会觉得说 人本性上爱比较 因此这样的聚会 往往就会引发出很多基于比较所带出的故事 但是也不要忘记 人其实在本性上面 真的是有爱的 所以呢 在这种聚会当中 很可能 我们以为大家都会去比较表面上的一切 或者以为大家都会用一种另样的眼光 去看待我所遭遇的一切等等的时候 事实上未必 因为可能这种的聚会 大家所在意的还是此时此刻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大家的那种的焦点 只会放在你是什么样子的这件事情 而且毕竟是老同学 当能够遇到有共同经历的人 能够在彼此的诉说分享当中 彼此都能够带给彼此慰藉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心中的那种 那时候心中的那种妥贴 被安慰 被体恤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棒了 当然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 还有别的一些想法 但是 陈德权在这个故事当中 所说出来的这一点 毕竟是诸多想法当中的一种 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自己也是因为 生命里面遭遇到某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所顾忌 怕别人过分的关心 其实也怕别人不关心 怕别人不知道怎么样 用什么言词对待我们 因此我们心里有些忐忑 我们干脆就不参加的话 或许这篇文章 可以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视野 放心 勇敢地去参加吧 希望这两篇文章你都喜欢 我们下回见咯